欢迎收看金融马拉专节目 好 那边指数来间震荡之后 下来之后就上去 那么今天指数收盘的时候 今天的话是小涨着收 所以盘中稍微拉回了一下之后 那么中场之后马上就往上 所以这盘呢 那么看起来指数没有涨很多 但是其实是越来越强 因为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大盘 应该说在进退之中 它其实蛮有节奏的 就是说它涨深的大致 它维持在明年的一些新兴产业里面 那个股上面会有一些轮动 但是基本上还是维持一个偏多格局 好 我们先来看看的话 这几天都在一个很小的区间 这个区间的话 基本上也守在这个颈线上面 所以这个小区间里面 当然它还没有到马上要攻击的程度 因为毕竟这里还有均线站 那成交量也还没有明显的增加 但是呢 短线上面的话 它的底型再往上面垫高 那么垫高之后的话 当然这里目前还有一个月线的位置 那上面有一个季线 那下面的月线是支撑 但是月线因为还没有完全 它还没有转阳 所以它支撑的力道的话 就相对没有那么强 所以会让指数在这里震荡一下 好 那上面有一条季线 那季线是盖头反压 那看起来的话 这个区间之内 看起来短线上面量没有出来 好 但是呢 下面的这条月线 那么不久之后就开始 就开始会有机会往上 好 所以其实 现在这个月线扣的位置扣在这里 有没有 那也就是说呢 它在两三个交易日之内 两三天之后 它就会扣到跟现在一样 那一线是说月线有机会会转阳 那它一旦开始转阳之后 这个力道就出来了 下档的支撑就变多了 就是那个实质的支撑 力道就会更强 这个时候的话 基本上就更没有底点 然后再加上上面 虽然还有一条季线 但是呢 季线目前扣底的位置在这里 也就是说 事实上大概这么几个交易日 那一到两周左右 它也会慢慢的接近现在的位置 那么它也有机会会 止跌开始走平 所以到时候这个先转阳之后 这个支撑会出来 就会更加强这个底部的力道 这个底部的就会 它的支撑力就更强 再加上月线也有机会往上 所以这盘看起来 你说指数没什么动静 但其实它是越来越强的 对不对 而且资金也越来越明显 只是现在资金先进来的 它是以中小型为主 所以我们来看看如果是OTC 这是OTC的指数 有没有 那它一样上面有一条季线 下面有一条月线 但是它的位置是非常靠近 上面的季线 而且量是出来的 这表示什么呢 这表示这里是准备要攻击了 对不对 这个成交量开始已经 均量上来 它不是上来一天而已 就整个均量再上来 对不对 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 虽然上面有一个季线在 但季线现在是扣这里 有没有 它再过这几天之内 它会慢慢往下面扣 对不对 扣到这边的时候会跟现在一样 也就是说这条均线 也有可能会止跌 以后开始上去 那那个时候 在攻击过去的时候 它力道就更强 所以这盘虽然看起来 指数是没涨多少 但其实是还不错的 对不对 简单讲就是说 它会在个股上面 它个股会比大盘更强 对不对 那这个现象就会完全 反映在OTC上面 所以你看OTC比较强 对不对 所以我就讲说 这个盘会开始渐入加紧 也就是说 第四季前面一开始的时候 它是先蹲 对不对 蹲了以后再跳 那力空都已经顿滑了 是不是 所以现在接下来 你就要特别注意 很多股票会越冲越快 那当然我上礼拜有讲到 法人已经在扫货 法人已经在扫货 是不是 那法人扫货 都是针对特定族群 所以你操作上面的话 也要锁定 就是说你现在在看的是 都是要看明年的 新的一些趋势 或者明年的新科技 所以你看投信也是扫货 有没有 下来扫货扫最积极就投信 现在在喷出的股票 有很多是投信的 有没有 因为人家买的 就不是这一两天 有没有 他买的就是整个第四季 接下来要去反映明年的行情 是明年个股的行情 好 那OTC的情况一样 那么我认为它会越来越热 对 因为现在你看到 还有很多的内置还没有完全回来 其实内置才刚开始 是不是 因为之前底型刚打出来之后 内置才刚回来 那后面会越来越强 因为你要想内置 其实它已经很久了 前面这几个月里面 没有让内置可以好好发挥的时候 对不对 但是现在底型已经打出来了 是不是 个股活泼度越来越强 你会发现现在很多股票 跟以前不太一样 所以它会有连续的上涨 那甚至于它还会开始创新高 是不是 这让内置会越来越 进来的动度会越来越快 那我刚讲其实内置已经 前几个月因为行情没有非常的热 是不是 9月份也好 8月份也好 大概7、8、9、7的话 大概下半段就有点震荡 8、9一直到10月份的前段 其实都不是个股很热的时候 所以内置其实憋很久了 对不对 这一回来之后的话 个股会更强 那个绝对不是玩笑的 是不是 因为你前面没有赚到 你后面会把加倍去赚 更何况现在指数还没噴出 对不对 因为很多人都是要看到 指数噴出大涨以后 你还觉得这反正是OK的可以买了 对不对 但是7月是现在这个时候 对不对 就内置就越赶 所以我说内置会越来越明显的进来 它会开始越积极操作 那那个我觉得都不会是还小的 力道不会客气 是不是 而且接下来现在已经10月份 10月份已经剩没几天 那接下来就到11月 那你看投信他在地档扫货 是不是 他扫什么 他就扫明年的这个新的一些科技 或者新的趋势 那他这样扫货的话 你要想后面还有一个投信作章 所以那个也没在客气 所以我才想说你要试着用现在 你要用明年的东西来看今年 你要用明年的数字来看 对不对 明年你赚多少钱 你应该有多少本益笔 他就会反映到那里 好 然后所以那过程里面 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很大的空间 所以很多股票现在都是在开始反映这些 那你不要觉得那不合理 对不对 因为时间就已经要到了 是不是 你慢慢到11月份12月份的时候 你就会走到明年嘛 那所以明年数字现在就要反映 所以我说现在有很多好股票 你要好好的布局 对 而且你要知道这个在喷出之前先买进 好那这个讲的好像大家会觉得 说的好像很简单 但是其实是真的就这样子 对不对 我常常讲说在起掌之前先买好嘛 很多人说这样讲好像很容易 是不是 这样讲是随便讲讲而已嘛 对不对我就做给你看 我就说我们事实上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那个听起来好像是口号 其实它不是口号 对不对 这是上个礼拜的时候的爱谱嘛 对不对 来礼拜二的时候爱谱就是 380几块390几块 就是380 390 就这样吧 对不对 上礼拜的时候它没有喷出嘛 是不是 有没有 那我就已经都跟你讲了 而且我带你都买好 然后跟你说要赶快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说这个 起掌之前先买好 这是不是一个神话 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口号 其实在这里就是这样 而事实就是如此 对不对 都公开印证嘛 我就跟你说你要买 对不对 你现在就要买 对不对 你要买是因为这个趋势是往上走 而且它就要反映明年的数字 对不对 所以你要记得现在开始 都会开始反映明年的数字 对不对 明年的数字 明年20几块钱的话 爱屁股值多少 30到50倍好不了 是不是 300多块钱 对不对 本益比才多少 那个时候的本益比才十几倍 对不对 十几倍严重偏低 更恒旺这东西只会大不会小 那个市场只有越来越大 对不对 你现在所用到的 包括大家现在讨论到的元宇宙 也一样 你要不要用到AI 是不是 你一样要用到AI嘛 你用到AI的时候 你就是要用到这些 是不是 所以它的为什么在AI上面 AI也好 自驾车也好 这都是将来一定要用的 所以它会不会爆发力大 是不是 你这些市场里面将来都会用 所以这些新科技它里面 是有一些重叠的 它有一些东西是共通的零组件 那它带的趋势 其实在零组件上面也很一致 是不是 所以我才会说 为什么把人也买不停 它看到的是那个趋势 就好像你说元宇宙 元宇宙不会只有元宇宙 你元宇宙里面 你一定要有AI 你没有AI怎么行呢 那你要AI的时候 你要用到什么 你一定是先进制程 那你用到先进制程 要让它更能够整合的时候 你就是一直整合 这个也一定要用到 自驾车也一样要用到 电动车也一样要用到 对不对 所以我说 来很多人说 起掌钱先买好 是不是随便讲 我就带你先买好 而且我也公开跟你讲 有没有 来 上礼拜二的时候 就是380 390 对不对 380 390 390几 有没有 也还没有喷出 对不对 礼拜三的时候 你也还来得及 是不是也还没喷出 对吧 礼拜四的时候就喷出去了 对不对 就445块涨停了 礼拜五的时候 又涨了39块半 有没有 然后今天的时候来 就站上了五字头了 今天516块创新高了 对吧 买的时候 那时候是没有喷出没错吧 那一整天你都可以买 对不对 也没有涨停 是不是在涨停之前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个方法 你要赶快跟上 因为可以让你赚大钱 你想想看 你如果10张是100多万 到现在已经100多万了 而且不过就这么几天 短短的时间而已 所以我说标股要买好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说 还没有跟上的朋友真的要跟上 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做股票是这样子 行情不好的时候你不用勉强 但是行情好你要买 对不对 如果行情不好的时候 你不要没关系 行情好的时候 如果你要考虑很多 那就会只有一个结果 那就会变成是 等到行情大涨噴出之后 非常非常热的时候 你才想要做 那就会掉到 就会掉到一样的过程 那个时候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 而且那时候震荡又大 那你相对来说 获利空间会比较小 所以其实散户应该快一点 应该要比你动作更快一点 对不对 在你开始感觉要买股票之前 可以买之前 你要更快一点 比你以前的逻辑 因为以前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都是等到很热的时候 看到成交量很强的时候 强强固的时候才会想买 对不对 那个就是可惜 就像股票的意思一样 噴出钱就先买好 对不对 你噴出钱先买好 App就一百多块 就一百多块钱 那我跟你讲的时候 你是超好买的 你不知道怎么买 我带你买 对不对 你进来我就带你买 你看节目我就告诉你要买 所以都讲得非常清楚 是不是 那这一些的话 这个明年的新趋势里面 新科技新趋势 它不会只有这样子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营收跟获利后面会出来 对不对 因为全世界在推 然后因为新的资金要进去 对不对 所以我就讲说你可以赚很多 来 来看看我们标股 要等礼拜一 上礼拜 上礼拜一涨停 是不是 那全世界只有五家 对不对 低轨到卫星 第四季开始NRE 那你一定会有个概念 NRE是做什么 NRE之后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量产出货 你正式出货以后 不是NRE就结束了 对不对 后面还有东西 那低轨到卫星 全球要多少 是不是 你也有概念 对不对 那单单是星链计划要多少 对不对 还有英国的不是吗 对不对 其实很多国家都有 所以它要的量是很大的 那这些量在明年后年 所以一路往上会增加 那台湾是有利 对不对 因为这些网通相关里面 台湾就是卡到很好的机会 对不对 所以我说来 那么还要加上车用 是不是 礼拜一涨停板 有没有 所以你如果跟上来的话 你不觉得事情会变得更简单吗 对不对 你买好就对了嘛 你买好之后就一步上嘛 来礼拜三第二跟涨停 礼拜四就创新高 那礼拜五是被拉回 拉回我是不是跟你说会上 对不对 我说他稍微修正一下 那个无日线的管理 修正一下就那一天 然后就会再继续涨 对不对 结果你看看今天是不是 二话不说的涨停 来今天是第三根涨停了 也不过这个礼拜之内 一个礼拜左右时间 他已经三根涨停了 有没有 这涨停阻住了 是不是 所以我说很多东西它是 零组件上面是受惠大 对不对 再加上东西有独家 当一个有一个新的科技趋势 出来的时候什么东西最受惠 对不对 独家最受惠嘛 越早走在前面的也越受惠嘛 他就最早开花结果嘛 那实验是当然重要啊 因为你都要经过它嘛 你都要经过认证嘛 那全球只有五家而已啊 对不对 所以我说你看今天第三根涨停板 是不是 一个礼拜左右 有没有 而且礼拜五的时候拉回 都跟你讲还会继续涨 那你今天就直接印证啊 是不是就直接涨停 所以现在其实就是把标谷买好了 那这其实也不讲口号 因为确实现在就是这样子啊 我就跟人家把人在扫货 对不对 你看看上个礼拜 我们德威 上个礼拜赚了德威 对不对 德威上礼拜买的时候 是买这一天早盘 是不是 然后送上来的时候 上礼拜我们获利出了 是不是 但你看德威他就是把人买好 买好以后就喷出 所以他们真的在扫货 所以你不要被他都扫完 他就把好的东西先扫起来 对不对 他知道什么要喷出吗 是不是 那我反过来讲的话 德威上来之后 你可以注意什么 你可以注意强茂 是不是 强茂车用跟第三代半导体 对不对 那德威也是车用 是不是 也一样第三代半导体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 二极体里面比较强的 都是他同时有第三代半导体的 是不是 因为他们有晶圆厂 他自己有晶圆厂 所以他往第三代半导体切就容易 而且新的东西第四季量产 第四季量产是什么 第四季量产就是给第三代半导体用的 是不是 那你跟德威比价 是不是 股价长一倍 对不对 但获利其实没差很多 所以你觉得会怎样吗 这种就是 他会开始慢慢的转强 然后终究会喷出 是不是 因为最后你会发现 股票很好玩 他最后都会有个伦理 也就是说 你先涨我先涨 谁先涨前后涨 到最后 你该到哪里都会到哪里 大家都一样 你懂我这意思吗 该要上去到哪里的 他就会到哪里 只是我先涨 这个第一个先涨 第二个再继续涨 他只是上面时间有个先后而已 但是那其实又更好 对不对 因为那样的话表示 你可以赚了这个再赚那个 所以我觉得他终究 最后还是会回到差不多的价位 对不对 因为获利没有差很多 今天上半年 他们大概差大概三毛多吧 那如果你会说明年呢 明年其实大概也不过差个 可能一块多 一块一块多吧 也没差很多 是不是 所以那终究还是会反映 所以他越走越高 对不对 那你看这就好玩了 对 人家就心润养 对不对 刚刚开始买 对不对 其实他很多股票都这样 你知道很多股票当时的时候 反而都是这样在偷买 是不是 包括以前的资源也是 我以前也跟你讲过 是不是 你看他那个时候就在扫货 对不对 那现在我觉得很多股票都开始越来越强 来你来看看这是6411 6411 我上次已经跟你讲过基本面 基本上面来说 你电动车 对不对 就会用到ES ESDI7 是不是 那IDAS 越用越多也会要 充电桩 那不要说嘛 对不对 充电桩 他还是会需要 其实你这些东西 每一个都会让他需求越来越大 对不对 电动车也要 那高速传输要不要 高速传输也会 所以其实你只要是让他的 这个电流上面更多 用电量更大的 那或者是速度更快 就是全部都会要 所以他就是有点跨产业 所以我说今年零组件有些为什么很好玩 因为他其实是都跨产业 对不对 他都跨产业 像德威不是只有一个车用 他还有一个第三代半导体 对不对 那第三代半导体又让车用又更好 所以这会辅助 是不是 所以你看 我上次是不是讲说 你看他事实上快要打出来了 这就是法然一直在扫货 对 终究会走到该有的本益比 对不对 那回来看看其实也快了 你来看看这个形态来说 你看 已经要出来了 这个已经准备要分出了 那你说这个如果过了这里的话 正式站稳上去会怎样 上去会怎样 你要看法然怎么买的 对吧 这不是一样吗 对不对 他怎么买的 过了以后会怎样 过了以后就是这样 过了以后就是这样子 走到该有的本益比 对吧 所以其实很多赚钱的 还有很多好机会 是不是你看这个话 再看到另外一个来讲的话 讲到这个来看看 快要分出的 你看像这个 这也是嘛 来你看看快了 对不对 这个位置嘛 那这里以后过了会怎样 过了以后就分出啊 是不是 而且量出在哪里 是起涨的量 是底部起涨有量 所以你这很容易过嘛 那你一旦过了以后就喷出去嘛 对不对 那它是什么 高速传输跟元宇宙啊 高速传输你有支援在前面嘛 元宇宙你有宏达电在前面嘛 对不对 1月初马上就CES展 那又有新品 对不对 又有新的AR智慧眼镜 新产品 然后又有新客户 所以你看这个 如果是不是跟刚才我讲的一样 你这里一喷出之后的话 上去以后就是喷出嘛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你要站在买方啊 对不对 因为它都是底部出量 底部出量 有没有 这里也底部出量 有没有 这里出一次底部量 这里往上的时候 发动的时候 再出一次底部量 所以你说这里过不过 那个就会过嘛 所以其实很多赚钱的机会 就看你怎么把握了 所以还没有跟上朋友 要记得赶快来把握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来看看我们的低价标股 休息一下 待会来 请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当然还有我们的低价标股 上礼拜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那么其实你如果有打来的话 也都真的跟你分享了 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就是说反正有机会就要继续加码 那么这非常有潜力的一档 蛮低价的股票 那低价的股票有个好处 你一旦有转机的时候 那你下来有线上去无限 所以它很容易 这个一涨就一大段 对不对 因为低价股有时候它涨一倍 也还是很低价 是不是 更何况很多股票 也都从低价开始的不是吗 来看看这是上个礼拜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这一档低价标股 是不是 那么新的大单10月份开始出货 所以10月11月12月 连续几个月营收都会非常的好 那这个当然就是新订单 对不对 而且因为还蛮多的 蛮大的 所以我说这个营收连续冲出去之后 预计大概三个月之后的话 会是现在的倍数以上 应该是超过倍数 那当然也不是只有因为营收而已 还有更重要的是 这营收的来源是 后面你必须要把握的新科技 对不对 没有错 好来看看 那其实低价的股票 真的每个人都可以买 而且我那天有说 小资朋友也可以 对不对 你看低价的股票 任何人都买得起 那有些朋友说 而我资金比较大也没问题 是不是 因为我帮你 我要分享给你 然后帮你涨布和带你一起进场的 这一档独门的低价标 它还是非常有量的股票 非常有成交量 也就是说你可以随便几百张也都没问题 你一千张也没问题 好 我们来看看 那么 反正你就赶快把握就对了 因为现在标普会越来越多 而且很多会是新的故事 所以 来 反正一发动你就要跟上了 所以我说 这一次大家的想法要跟以前有点不一样 对不对 来看看今天 连续两个掌停 今天用掌停 是不是 收盘掌停锁住了 这个还是鸿海家族的 是不是 鸿海家族的低轨道卫星跟元宇宙 好 所以 那其实低轨道卫星跟元宇宙 确实是明年会 低轨道卫星是确实会放量的东西 元宇宙那已经好几个都要用了 那么鸿海家族 它就还加上一个集团的力量 对不对 所以我说你现在想法要跟以前不太一样 是不是 其实一般的人很容易会你在经过前面的下跌之后 然后行情要上来的时候就会太慢 对不对 因为也会左看右看 那很多人会想到说等到真的是完全比较好了 成交量开始这样亮滚亮一路冲的时候 看起来一片荣誉瘦再来 那是一般人常常会有的迷思 可是其实常常就是因为这样 你很容易会漏掉前面该赚大钱的时候 是不是 因为大部分的人在盘拉回之后在网上的时候反应都比较慢 都很容易要等到它创新高了之后 然后才发现这盘真的不行 真的是果然是非常强 果然是一定要慢 但其实你应该要倒过来 它已经换完手整理完 力功都已经顿化 再加上新题材就是有的时候 新题材要有的时候 然后它一定就是要反应 有没有它该有的数字 所以我就讲说你动作要更快一点 不要跟以前每次一样 因为以前每次都是指数创新高以后大家才想要来 那真的就是差很多了 那标股还是要把握好就对了 那还是恭喜大家 那反正你有打来也都给你了 对不对 那这是鸿海家族的 低轨道卫星更容易中 那么加上一个家族力量通常都会更强 而且它还真的很低价 所以还没有跟上这一次的朋友的话 我还是觉得把你的资金先整理一下 就是先看看你手上有多少资金 那手上资金多的朋友的话 你就尽量就是多买一点 那金金少的你也可以单压 所以我那天才会直接分享这个低价好股票给大家 那记得现在开始到年底 这是最强的时候 标股都不会客气的 而且内支才准备要大举回融 那他们绝对不会客气的 我跟你讲绝对不会客气的 他们前面都憋了三个月了 怎么可能给你客气 投信手脚更快已经开始在扫货了 所以他也不会客气 而且他年底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年底的座帐 所以大家真的要快 好 所以标股都帮你准备好 那么你看节目也知道 不过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是 你就直接跟上来 你直接跟上的话会把所有事变得很简单 你说你怎么去掌握这个 爱补一百多块钱 怎么把握我们的新标股两根涨停 怎么把握要灯这样连续三根涨停 你其实跟上你就可以掌握了 所以那其实是一个很有效很方便的方法 可以让你赚得更多的庄更快 所以还没有跟上的朋友 标股都准备好了 现在才刚开始而已 所以想要跟上的赶快打电话来 等一下有电话你就可以直接打来了 也祝大家操作顺利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另次负投资风险